BGM 線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 爆炸简单又无敌好吃的高丽菜三明治 完全不输之前分享过的高丽菜煎饼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而且今天这个是省钱大作战 两片吐司可以做出四片的分量 整体热量还变低咯 不只可以当做早午餐 也可以当做轻食宵夜 还可以吃到满满的蔬菜跟蛋白质哦 赶快tag你的亲朋好友 请他做给你吃 不啰嗦 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位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吐司我选厚片吐司 也可以选一般的大小 前面有提到两片要变四片 其实很适合物资不够的时候 把边框切下来但是不切断 有点像是相框的概念 也可以教它相框吐司 我是那个特别爱吃边框的那位 刚好我家的小朋友都不爱吃边框 所以组合的刚刚好 有人吃面包有人吃边框 跟我一样爱吃边框的请加一 高粒菜的部分就自行清洗干净切成细丝 清洗画面就不拍咯 不要说我太勾没有洗 蔬菜的份量也随喜啦 只要蛋液可以包裹住蔬菜就可以 红萝卜丝配色用 我觉得刨细一点的丝口感比较好 没有刨刀就用手切丝 接着我们加入鸡蛋 喜欢吃蛋的多加一颗也无仿 调味的部分可以是胡椒盐 也可以是帕马森起司粉 或是些许的日式干贝酱油柴鱼酱油也可以 上三种都加或是择一药都可以 我影片是三种都加些许哦 其实这个变化度很高 你想加点培根碎啦香肠碎也都可以 平底锅中我们喷上些许的油脂 放入吐司边框 接着加入蔬菜蛋液 尽量填平填满 就把这个吐司丼呢 全部用高丽菜蛋液填补起来就可以 然后上面可以尽量的压平 这样等等的成品表面呢才会饱满平滑 我们就保持中小火 稍微的煎一下之后可以盖上锅盖 大概煎个三到四分钟都可以 反正就是煎到底部金黄上色 上色不够的话呢就在拉长煎的时间 上下两片的吐司都是相同的煎法 也可以顺道煎一下等等要夹入的火腿 不加火腿也可以用培根香肠 里肌肉片午餐肉片也都可以 甚至想夹鲑鱼啦肉松啦通通都可以 吐司的两面都煎到金黄上色 就可以起锅了 接下来准备来组装 说实话单吃酱的一片也很好吃啦 但我怎么可能只有一片呢 当然是要把它堆叠成超级丰富的三明治 可以抹上自制的美而美沙拉酱 另外这个是自制的Mascarbon Cheese 也超级搭哦 美而美沙拉酱跟Mascarbon Cheese的做法 大家都可以在频道搜寻一下 之前都分享过 放上煎好的火腿或培根 然后再加上喜欢的Cheese Cender Cheese或是Mazzarella Cheese 都可以 再叠上最后一片高丽菜吐司 就完成了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爱吃面包的这种版本 把去皮的吐司 气炸锅或烤箱烘烤一下 大概烤个三五分钟都可以 就看自己喜欢的上色程度 微调温度跟时间 平底锅加热加油 把蔬菜蛋液倒入平底锅当中 我刚好有这种玉子烧的小锅子 可以把蔬菜蛋塑形成方形 如果你没有 直接煎成圆形也没有关系 管它什么形状都一样好吃 把蔬菜蛋的两面都煎到金黄上色 如果你刚好有做Pizza专用的Mazzarella Cheese 也可以直接加入蔬菜蛋液当中 反正这一类的食谱就是可以变化多端 你可以随性的玩 随性的加东西 就是千万不要加酪梨 酪梨加热可是会变苦 除非你超爱吃苦 取出吐司 我烤的比较金黄一点 但特别的酥脆 接着放上高丽菜蛋 加上自制的美而美沙拉酱 或千岛酱美乃滋 通通都可以 也可以加上番茄酱 超搭 上面的配料就自行堆叠啰 番茄生菜鲍鱼培根随你加 千万别忘了超美味的Cheese 营养美味又丰富的高丽菜三明治就完成了 高丽菜三明治等你交作业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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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